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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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束褲們 我是陳武拉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知名3C部落客 AKA資深索粉的凱特叔叔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Xperia One還有哪些有趣 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那叔叔 我是少年 那叔叔來跟大家 打個招呼吧 你是凱特少年 你是3 我是束褲叔叔 大家好 我是凱特叔叔 我們上次才剛拍完那個拍照的那個 評測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講的沒有比那個好 今天的通告費就沒有了 那我先走 掰掰 沒有沒有 我們先從跟過去的手機 來做一個比較 他的上一代 XD2 Premium 哎呀 對 因為他是超旗艦 所以我們也要跟 超旗艦的XD2 Premium比 對 那XD2 Premium這款手機 跟我們的Xperia One 去做一個比較 但從外觀看起來 就會有一個明顯的差異了 差很多 對對對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 拿在手上的重量 這一次的Xperia One 它的重量算是非常輕的 所以也是瘦身有成啊 真的真的 再來就是它的手機 採用21-9的外觀 來做設計 手機整體會長得比較修長 你也不用擔心說這樣的手機 我們在平常使用上 攜帶上 會覺得不方便 因為你實際去使用跟握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真的是 很好拿 很好握 很好拿 很好握 而且這樣的手機啊 如果你今天就算穿西裝 像成這樣 西裝筆挺對不對 欸 口袋放進去 試一下 試一下 真的可以 因為一般那種西裝 或者西裝褲啊 其實他們的口袋都會設計的 就是比較深 而且他們的時尚感 就還蠻符合這種 正裝的感覺 對 從口袋面上拿出來的 帥 遮住臉的話 哇 跟晉晨舞一樣算 嗯 好 而且它這次的螢幕呢 也是用業界首創的 4K FDR 偶類的螢幕 所以這一塊螢幕它的好處就是說 其實就算連Line 別人傳影片 你看起來應該都是 特清晰對不對 對 特清晰特香啊 特香 你都是看什麼片 不好說不好說 但這次的面板上來說 它可以獲得一個 很好的視覺體驗 很好的視覺體驗 我們平常在使用手機 你將近有 90%左右的時間 都是在跟這塊螢幕做溝通 像 我還蠻常玩 Dota遊戲 它改用 21.9的螢幕嘛 所以 打起電動來 它就像是開外掛一樣 所以 打起電動來 它就像是開外掛一樣 我的畫面就比別人寬兩倍 因為沒有寬兩倍 對 太誇張 寬兩塊 寬兩塊 它在玩遊戲的時候 螢幕就已經先幫你作弊了 你看得比別人寬 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自己玩遊戲比較少 不過我會看Netflix 所以我會覺得 這塊螢幕對我來說 反而是在Netflix上面 會有比較好的感覺 因為 現在很多電影都是21.9的 那我們用電腦螢幕看 或用手機螢幕看 都會有 上下的 黑邊 可是用這個就是 完整的版本 對 我還蠻喜歡它的螢幕的 我覺得光是這個螢幕 就值得了 那再來就是 在它這一次的相機 它就是有跟上現在的 前段般的 對 對對對 它所採用的三顆鏡頭 這可以讓你可以 從標準 望遠 超廣角 三種比例 然後去做一種拍攝 我其實有時候 喜歡出門拍照 可是有時候 你出門拍照 你帶了很多鏡頭 可是有時候 鏡頭加起來都比 你的機身還貴 對啊 很多很麻煩 可是像現在的手機 其實它三顆鏡頭 就很方便 對就很方便 你喜歡做一個試用 它這一次的快門時間 延長也是可以到30秒 在我們一般的拍攝上來說 你也可以做到更多的創作 你也可以做到更多的創作 這一次的Xperia 1呢 它就跟過去走的出發點有點不太一樣 過去呢是先求有 現在是求好 因為現在其實它透過延長快門的方式 它可以讓它的噪點降低很多 透過這樣的組合 你可以在夜間獲得一個很乾淨的照片 那同時它拍攝出來的成像 也可以獲得是相伴的 所以說說你比較多 是用手動模式拍照 一隻手機 我們平常在拍照的時候 多數時間都還是會用自動模式 那手動模式就是在一些 例如說你想要拍黃昏日出 或者是夜景 甚至是光軌 這類的特殊場景 其實它會用到的 這隻手機它這次就是能文能武啦 對 因為它自動是怎麼了 真香 那些照片都是透過這一次下放30秒 才有辦法拍出來 再加上你可以搭配減光鏡來玩 就有很多不同官方 對 減光鏡其實我今天我也有帶 對 減光鏡其實我今天我也有帶 這麼剛好 哎呀 我們Cue的真是生硬啊 對 其實在我們在做延長快門做拍攝的時候啊 因為它目前在使用的這顆鏡頭 它的光圈有F1.6 對 你在做一般的夜間的拍攝 如果它不是在很暗的情況下 你快門秒數一延長 它可能會有過過的狀況 其實這個就跟相機原理是一樣 所以你就會需要一塊這樣子的 MD系列的減光鏡 像我平常使用MD8 NIS-6 那就可以去針對你平常拍攝的場景 搭配觀景光鏡 像凱瑞夫就是比較喜歡拍照嘛 所以可能會比較善用一些工具去發掘手動模式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發揮它極限的表現 如果想學的話可以到你部落客看嘛對不對 可以 我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實際用手機拍攝的照片 那我拍攝完的照片我會在我的粉專裡面就會寫說 這個可能就是用什麼樣的拍攝手法 或者就是說 我用了什麼樣的拍攝參數 那這個都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拍照這個東西很有趣 它老實說沒有一定的規則 所謂的沒有一定規則就是 像我過去在使用SD-25裡面 雖然它的快門時間只能用一秒 那你要怎麼用它拍攝出車軌的照片 如果是你你會這麼做呢 就是拿起一個大神功的那個車說 你給我開快點 對就是你對這樣子 對其實有一點接近了 有一點接近了 以一般的手機拍攝出很長很漂亮的車軌 你必須要在車輛有在移動的地方 但因為車輛移動速度不夠快 所以我需要延長快門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車輛移動速度很快的地方 來做拍攝 你快門時間就算只有一秒 它一樣可以拉得出車軌來做拍攝 在拍照上面其實是沒有一定的公式 對 這個就是跟人生一樣 是 就是跟人生一樣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到凱特叔叔的部落本去看一下 他分享的很多很棒的照片 等一下是如何拍出來的 那除了拍照以外 叔叔還有什麼要跟我們分享 這次的手機裡面還有內建另外一個軟體 叫Cinema Pro 我們一般的手機啊 可能錄影只有On跟Off開關兩個動作 對 那這次呢 它就跟你的手動相機一樣 都可以做手動 不管是ISO 或者是快門時間 三個鏡頭切換 然後EV WE 都可以做切換 對 可以調的東西非常多 如果大家就是覺得說 平常的錄影可能滿足不了你 你希望可以錄出比較有不同氛圍的 用Cinema Pro錄就不錯 然後再加上如果你又會剪輯的話 你再把它丟到後製軟體 其實你會發現 它錄出來的東西 因為它的資訊很豐富 所以它後製的寬容度非常高 比如說你拍的時候可能覺得 天空太亮 你丟到後製的體力啦 天空的細節 雲的細節就會跑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可玩性很高啦 如果你今天是專業用戶啊 它本身還可以套八種濾鏡 所以這個東西對你後製來說 其實也是減少大幅的時間 好啦那叔叔剛剛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身為一個資深索粉的心得 最後你要跟我們聊聊 它在防水上面有什麼有趣的小知識對不對 防水手機啊 各個品牌做的方式都差不多 對 因為其實各個品牌在做防水上面啊 它有點像是在做汽車車門一樣 你看那汽車車門上也不是有一個防水交換嗎 對 那其實防水手機啊 它也是靠這個防水圈 在做防水的 你今天想像這是一艘潛水艇 你今天想像這是一艘潛水艇 喔這麼高級 對高級的潛水艇對不對 好那你的SIM卡的蓋子 各個手機的SIM卡蓋子 就像是潛水艇我們上面的一個艙門 好那我今天如果這個艙門沒蓋好 或者是有縫隙的話 它下水了 裡面的人會怎麼樣 就喝水了嘛 對就喝水 就GG了 對那其實手機的電子零件 就是裡面的人 所以你這個蓋子沒蓋好 裡面的人 它就會淹死 它手機就會掛掉 還會碰到一種狀況就是 欸我蓋子明明有蓋好 為什麼我的手機還是會進水 欸這就來喔 今天如果是一艘潛水艇 下了水 碰到了礁石 可能撞到了彎曲變形 那可能機身就會產生了一些縫隙 這些縫隙呢 水就會從這個縫隙裡面流進去 對那裡面的人會怎麼樣 就會淹水進去 就一樣的 在防水手機上面的使用 對我來說 這個就有點像買一個保險啊 你今天多一個防護 多一個心安 你今天多一個防護 多一個心安 但這個東西我會建議就是在生活防護中使用 那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防水的數字上到底有什麼差異 Sony的手機啊 上面會寫著IP65 IP68 兩組數字 它會標示兩組的原因 是因為它把這個東西分得更清晰 讓你知道它的等級到底在哪裡 講一個小小的知識好了 防水數字呢 前面這個6啊 十位數 它是國際標準等級的完全防塵 那你會發現 現在你的手機後面的數字可能就只有一個8嘛 那這個8就代表是水下水面下的1.5公式 三分鐘是它安全防護值 那65呢 是指在水面上 防水係數7跟8指水面下 那1到6是水面上的防護 所以5的話 在國際標準等級它是低壓水柱 讓我們去那種洗車場頭十塊噴槍 洗車場頭十塊噴槍 噴槍 噴下去不得了 手機先飛出去 不是先進水 對 那這種高壓水柱其實多數的手機是沒有防護的 對 其實人都可能防不住了 對 人可能會破皮受傷嘛 它這個65就代表它有防低壓水 對 不然水龍頭好不好 水龍頭的水 進去沖那是OK的 但是你說今天把手機塞到那個瀑布的水裡面去拍 就這一點就盡量不要 因為那個水壓其實是很大的 對 所以叔叔這樣子分享跟大家就是說 防水手機我們真的就是 把它當作是一個有心安的寶物 但是也不要做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去挑戰它啦 對 那如果你有好好的善用它的話 我相信它就可以讓你在比如說下雨天 或者是真的不小心掉到飲料裡面 可能還會有一個良好的保護 對 所以大家消費者在使用上的時候呢 對於防水手機還是要有一點比較 對 那這個叫什麼 預防性使用的觀念 應該說安心使用 但是還是要 安心安心想 你只要他扣水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凱特叔叔的訪問 那也很感謝叔叔在我們這邊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台頭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到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叔叔會去看這些留言嗎 會啊 就是如果我幫上網的回應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我們就不用回應對不對 不行啊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如果有問題想問叔叔的話呢 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 也可以去叔叔的粉專 跟他的部落格逛逛 那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IG跟科技網站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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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對 啊 是